咱们快点开 没准还能追上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你刚刚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就不想再让任何人和任何事情干扰到我 思雨 你在车里等我 不许接 刚才没哑就没接 有什么话等你们从美国回来了再说 万一有什么事呢 能有什么事啊 喂 喂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听我说 我爸出车祸了 两个身严重受损 现在只能做肾疫之乱 我的严肯不匹配 现在唯有林美娅自能救她 你们先别进去 等我一下好吗 我想找林美娅我有话跟她说 谢谢 来 美娅 走之前你先见个人 见了之后你再决定是走 还是不走 哥 什么情况 美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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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和若南出了车祸 若南摘出了胆囊 现在已经没事了 但是爸的两个肾脏严重受损 医生说 现在的情况 必须尽快进行肾移植手术 我本打算捐出我的肾 但是我跟她的匹配没有成功 若南刚做完手术 还没有恢复元气 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来找你 我知道 在你心里你不愿意承认 他是你的爸爸 我知道 你不愿意跟欧家有任何的瓜葛 我也知道 你这次 是要带林叔去美国看兵的 但是我真的不想放弃 这最后一点点的希望 美娅你知道 爸已经得了癌症 就算是肾的问题解决了 也不一定能活多久 所以你完全可以拒绝 我尊重你的决定 对啊 我同意 不管怎么说 是他给了我生命 小黎叔 带我爸去美国看病的事情 可不可以往后拖一段时间再去 我知道 你一定会这么做的 没关系 我会跟美国那边联系 重新制定入院的计划和日期 你和欧阳先走吧 我和薇薇负责照顾叔叔的安全 薇薇 那我爸就交给你们了 走吧 我和薇薇责 cri 一定可以的 思雨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这里有我们在就行了 我要陪着你 你们好 恭喜啊 配型成功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手术 虽然配型成功了 但是还要对捐献者 做一些检查 好 我就在这儿 随时配合您检查 梅娅 我之前 阿姨做过一些 伤害你的事情 在这儿 我跟你郑重道歉 谢谢 你啊 您好 医生 我想问一下 这个手术对捐身者来说 有什么影响吗 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太好了 谢谢医生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医生 我还想问一下 您确定我是A型血吗 我确定 我爸是O型 我妈是B型 他们会生出一个 A型血的孩子吗 我们医生啊 原本是最好不参与 患者家世的 但是你问到我呢 我就要很负责任地对你说 不能 O型和B型 伤的孩子只能是O型和B型 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那有没有验错的可能啊 概率很低 但是也不能排出这种可能性 比如温度比较低时 血腥试验可能会产生冷凝体的现象 造成不差 谢谢大夫 我建议您带母亲啊 再去艳艳学习吧 也许有不差的也说不定了 谢谢 妈 你出来一下 怎么了 妈 你确定你是B型血吗 我确定啊 我 我怀疑之前跟你念血的一生验错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 O型和B型是不可能生出一个 A型血的孩子的 没事吧 我带你再重新去验一下 肯定是验错了 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保安着我 你只没有告诉我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什么不可能 我不可能用错 侯长林就是你的父亲 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 你是B型血 我爸是O型血 你们是不可能生出一个A型血的孩子 你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是他 谁 小瑞的亲生父亲 这低迷 他谁先血